美奇桥 一位阿罗汉尼修到正果之旅 第二集出家美奇生涯 每个人生下来了就注定会死 然后再出生 如此一次又一次在苦海中轮回不止 我们可能早上就死去 也可能在晚上死 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时辰到了死亡就会降临 参学之旅 每一年当梁记要过去 太阳开始在南方的天空升高 暖天转长的时候 美奇桥会带领几位美奇 很虔诚的一起去邻近的色君府 拜见阿詹曼 这次出发 寂寞的第一场雨刚下过 芒果树上一层层的花朵 镜香怒放 蜜蜂四处飞舞 他们将越过盘山走向色君府 沿着段序的山路 进入那乃区浓批村宽广的山谷 整个行程需要十二天 沿途中高山里面 人烟稀少 难以获得供给 一定要自己攜带食物 过了高山地区食物吃完就依靠当地村民的不失 这些小农村 这些小农村稀疏散落在各地 相隔的很远 通常从一个村落到另一个村落要走上一天的山路 为了避免太累赘和笨重 他们只准备少量食物上路 生米装在叠层的竹器里 调味的辛辣鱼露装进瓦罐 用鲜蜜辣封口 最后是肉干和鱼干 至于蔬菜类 则在途中采野菜食用 在美琪桥的带领下 一行人步行离开会晒女众道场 除了食物 每个人的被带里也装一些必需品 还带上一把蝉伞 晚上用来保护自己 他们脚下穿自制的拖鞋 以免被粗糙的地面和尖锐的石头割伤 头上则盖着一块粗棉布遮阳 第一天终了 他们抵达盘山山脚 这里的森林有很多熊 老虎和蛇出没 整个地区只有几处隔绝的肯直地有人机 而且天气恶劣多变 不过 山区的风景很美 浓郁的翠绿 长满竹子和红木 地上密密麻麻全是青草 羊齿植物和野花 整片地区布满矮小的灌木和大树 往远处望去 山路都给树关上稠密的叶子和攀藤遮住了 近处则全是杂草树丛 山腰上整大片凹凸不平的黑岩石露出地面往远处深岩 山路沿着岩石蜿蜒曲折 时而中断 时而深入凹裂处 没有经验的人来到这里会迷路 一行人精疲力竭来到小村落实 当地贫穷的村民主动提供食物和其他需要 无论供养多少 他们都满怀感恩和慈心的接受 然后在小溪不显眼的角落洗个澡 再找个地方过夜 个人找棵树 在树枝上挂自制的产伞 把伞周边的搏纱布垂下来到地面 之后用干的落叶和杆子铺地以便晚上打坐 偶尔 过了午夜美奇桥会梦见阿詹曼 他用严肃而关切的眼神注视着他 有些戏略的意味 仿佛在说 这些日子你在哪里 为什么这么久没有过来 你没有看到我越来越老了吗 感受到他声音中的急迫 以及蕴含着刚强的意志 他不禁浑身颤抖 每天早上 美奇们吃一顿简单的早餐 一般是蒸糯米团配鱼露 有时会新增肉干片和鱼干片 刚挖到的木薯地瓜甜菜 还有野菜 香料 水果浆果等 他们每天的饮食仅仅足够让身心维持活力到晚上 在长时间的跋涉中 他们一个脚步接一个脚步 一念接一念 念念在当下 在这些年代悠久的山径中攀爬了近两个星期 穿过大山河深谷 修耕的稻田和果树园 在第十二天下午 美奇桥一行人终于来到阿詹曼的森林道场附近 他们先到达农坯村 村里的妇女热情喧哗的出来迎接 让他们好好洗个澡 洗涤沾满尘土的衣物等 经过一番修整之后 他们继续最后一段路程 沿着稍微倾斜 弯曲的道路去阿詹曼的寺院 这是一处宽阔的山谷 周围环抱着层层的山巒 连绵无忌 正是投驼僧理想的僻静环境 阿詹曼的僧团坐落在山谷后上方稠密的森林里 山间可以看到灵星散步的农舍 五六间聚在一块 这些山地居民靠狩猎和耕种虎口 就像美其桥他们一路上过来时那样 许多头驼僧依靠这些偏远山明的公养延续色身寿命 抵达时 美其桥他们看到阿詹曼正坐在大殿搅冰廊 似乎等着他们的到来 于是大家赶紧脱下拖鞋 少水问里的水洗脚 然后爬上木梯去见他 阿詹曼转过头来 笑着大声的用普太方言热情的招呼他们 每次看到美其桥他 总是很开心 他们在阿詹曼前面排成一排 动作庄重流畅的鼎里三拜 白袍随着身体的起伏沙沙作响 接着大家恭敬的跪坐在一边 满怀欢喜 期待的望向这位令人敬畏的尊素 阿詹曼总是很热情周到的招呼美其桥和他的弟子 大家互相问讯之后 阿詹曼鼓励他们一番 然后安排他们在寺院边缘隐蔽的竹林过夜 当晚他们必须在竹叶堆壳铲散下再过一夜 第二天阿詹曼会安排村民搭兼顾的竹台给他们 他一直都把美其桥当作家人看待 强调他要住多久就住多久 每天早上大家都用完斋之后 阿詹曼坐在椅子上召唤他们过来 然后开始佛法 他声音清晰有力 有时斥责他们的懒散 有时激励他们的道心 场面生气勃勃充满活力 在交流中 他特别感兴趣美其桥的禅修冒险 那些探索抑郁的生命和意识 以及他们光怪陆离的故事 他先少驳斥那些经验的真伪 只是很和蔼的劝导他 把心眼回转过来往内专注 不过美其桥显然热衷于自己的特殊能力 有心炫耀他超长的事迹 阿詹曼是三界导师 是除了阿罗汉之外 所有看得见看不见 知道不知道的众生的导师 他欣赏美其桥的心所拥有的能力 同时也担心他的危险 他比任何人更清楚 禅相的危险和知识的虚幻 清静心知道一切 平等对待一切 但是不执着任何一法 为了纠正美其桥的知见 以便体验心真正的微妙 阿詹曼教他许多不同的法门 可惜 个性形成习惯 习惯有串习力 许多年前 阿詹曼已经遇见 有位充满干净的老师 将来会引导美其桥走上正道 所以 最终得由命运来决定 他开悟的时间和因缘 一年又一年过去 美其桥看到变化的湍流 诸形无常的法则 降临在阿詹曼的色身上 现在他的心 虽然依旧像金刚一般光芒四射 但是他的身体老化的很快 美其桥跟他保持心灵上密切的联系 尽管女众道场跟阿詹曼森林道场之间 不知道隔了多少崇高山和深谷 但是在晚上禅修时 美其桥经常感觉到他的出现 他的威仪庄颜光明 看不出有任何病态 美其桥离开他的那个旱季 不久之后他就得了重病 而且病情迅速恶化 他夜间来访的目的改变了 他的声音有一股强烈的急迫感 坚决要美其桥赶快去见他最后一面 否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想到他会死 吓坏了美其桥 他当然知道世间的本质 生的本质 死的本质 以及他们的不确定性 可是在这件事上他却拖延不决 迟迟没有行动 有许多次在禅像中阿詹曼警告他 必须立刻去见他 有可能是他内心期望他会康复 无法接受他病重将死 也有可能是他一心修行 知道他在观察自己 当然还可能他就是懒惰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 他就是迟迟没有去见阿詹曼 偶尔他会告诉美其们 准备再一次长途跋涉 可是却没有定下日期 结果尽管受到一次又一次的警告 阿詹曼去世那天晚上 美其桥依然在会晒村 那天美其桥在黄昏时已经上座 就像往常一般打坐 当时过了午夜 心处于深系的静止状态 突然阿詹曼光明的身像最后一次显现 他的样貌放光闪耀 声音严厉非常 而且是那么的直接 把他的定境给震散 他说话就像晴空霹雳一般 呵斥他漫不经心 他出于清静的悲心 像对女儿般爱护他 再三呼唤他敢去见最后一面 现在一切都太迟了 他即刻就要翻涅盘 永远离开这个世间了 他现在去见他 只能见到一具没有意识的尸体 不会认得出他 漫不经心 懒惰 就这样丧失了机会 美瞧不要给杂染的情绪控制 这些杂染情绪是无量劫生死流转的根源 绝对不要以为烦恼没有害处 无关痛痒 唯有勇猛和坚决的心可以打败烦恼的伎量 你必须往内观察 让佛法成为你的向导 无论是地水或风 天空大地 山林树木 天堂地狱或者恶鬼 这些都不是道 火 灭盘 你无法从中发现真理 不要希望从中看到真理 他们在自身的范畴之内都符合真理 但却不是你应该追求的真理 沉迷这些事物只会让你堕入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当中 不要再兜圈子 往内观察你自己 真正的佛法只在心中生气 只在心中放光 就像无云晴空中的满月那样皎洁明亮 离开破小孩有好一段时间 美奇桥从三摩地中退出来 冷汗湿透了他的白袍 他很疲累 感到万念俱灰 心如刀割 失去了师父 失去了他的自豪 还有他的医护 他一时之间六神无主 他躺下来 却心乱如麻 无论如何也睡不着 低气了一会 他缓缓身呼吸疏解自己的悲痛 晨光出入他及起身收摄身心 在寒风中快步走去佛殿与大众集合 他刚刚开口说话 眼泪就流了下来 泪水一颗一颗 随着阿詹曼最后显现的事迹 他的影像 他的警告 他的教导 以及他的过世 留下面颊 大家对美奇桥的预知能力 一向深信不疑 但是此时实在难以接受这恶号 美奇桥讲完话 大家思绪分杂乱成一团 就在这时 村长突然到来飞快的爬上佛殿的楼梯 静直问道 美奇 美奇 你们听到讯息了吗? 有听到讯息吗? 他深深吸一口气 缓缓吐了出来 然后压低声音说道 昨晚阿詹曼在色君府入面了 我几分钟前刚刚听收音机广播 他们说他凌晨2点23分去世 大家听了再也忍不住 放声痛哭 村长看到这情景 很抱歉的说 对不起 我只是要让你们知道这讯息 阿詹曼1949年11月10日逝世 两天前美奇桥才过他48岁的生日 葬礼一月 葬礼一月 苗举行 在这之前美奇桥已经去了色君府奔丧一次 他跪在阿詹曼的棺木前 棺盖室玻璃 他凝视着那具冷冰冰的尸体 痛悔不已 他默默的向阿詹曼忏悔过去所犯的过错 大德 请原谅我 之后发愿 将来绝不再漫不经心 不再偷懒 不再懊悔 涂皮的日子到来时 美奇桥和其他泥仲再一次跋涉去色君府 他们抵达时 正好赶上僧众们庄严的从寺院的亭子 把阿詹曼的棺木抬去涂皮场 棺木经过时 美奇桥跟许多送别的大众一样经不住潸然泪下 他已经进入寂灭 清净了涅槃之境了 永远不再回到色深的存在 这个泪水与幽悲之地 半夜举火涂皮时 他观看着整个过程 茫然若失 只是很肯定感觉到 他在月光下化身为一小朵云 在猛烈燃烧的柴堆上 轻柔的撒下雨丝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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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雨